Easy成员莉雅去年2月卷入校园霸凌争议GYP虽然有提告 然而法院判定爆料者的文章很难认为是为了诽谤莉雅而写的 因此未有毁损名誉嫌疑 这样的结果也让莉雅的争议一直未解 不过日前有真正的当事者出面讲述当年事情的经过 是由于莉雅小学时向同学借了3000块没有还 还从朋友那里听到莉雅说她用胁迫的方式逼人还钱 因此在网路上发了一些对莉雅不好的文章 莉雅和朋友也跟着回击一来一往下双方便吵了起来 而莉雅方面有把被谩骂的文章解图下来 原本想要向学校告发 不过因为两边都有错 双方和父母们见面后决定私下和解 便没有提报校园霸凌 当事员表示自己并没有认为只是校园霸凌 而因为发文的人是帮腔的朋友 并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所以文章内容有错误的地方 虽然先前没有参与爆料文 但这次她亲自写下文章澄清 表示这件事对她们两个来说 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希望以后不要再被提及了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粉丝心疼莉雅的同时 也喊话希望以后说到霸凌爱豆 可以别再把莉雅拉出来了